第六章 碰撞 这个单元主要在介绍各种形式的碰撞 首先我们先了解碰撞的种类 我们用旁边这个图来说明 如果一个物体它从空中h的高度自由落下 假设一开始的高度在这个位置 这个高度距离地面有h 当它从高处落下的时候速度逐渐加快 然后跟地面产生碰撞 碰撞之后如果可以反弹到原来的高度 则这时候表示说物体从空中落下 跟地面碰撞的过程没有任何的能量损失 因此它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高度 我们把这种碰撞方式 我们就称为完全弹性碰撞 如果一个物体从空中落下 一开始是h的高度 可是经过跟地面碰撞反弹的结果 它只能回到一部分的高度 也就是所落回的高度 假设这是h 可是h比原来的大h还小 所以反弹的高度比原来一开始最初的位置还小 我们就说物体从空中落下和地面碰撞的过程 会有一部分的能量损失 所以反弹的高度它无法回到原来的高度 这个我们就称为非完全弹性碰撞 那如果一个物体从一开始h的高度掉下来 可是它落到地面的时候跟地面完全黏住了 这时候就完全没办法反弹 像这种完全无法反弹的情形和地面碰撞所损失能量是最大的 我们把这种碰撞我们称为完全非弹性碰撞 因此物体跟地面碰撞的结果 如果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高度 我们把这个称为完全弹性碰撞 如果反弹之后物体反弹了 可是它只能恢复一部分的高度 无法到达原来的高度 表示有一部分能量损失 我们把这个称为非完全弹性碰撞 那如果物体跟地面碰撞之后 跟地面完全黏住 则这种情形我们称为完全非弹性碰撞 而完全非弹性碰撞所损失能量是最大的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今天从空中落下 可是反弹之后的高度比原来还高 像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假设反弹情形可以更高的话 那比方说如果我们把一个物体从一公尺高当到落下 如果它可以反弹比一公尺高 假设可以反弹变成两公尺 则我只要把一个物体放在一公尺的地方 它反弹变两公尺 那如果两公尺反弹变成更高 那于是它不断的反弹 最后可能就弹到外太空去了 这种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形 所以物体从高处落下 如果没有能量损失 顶多只能恢复到原来的高度 不可能到达更高的高度 这个是我们谈到碰撞的种类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